作為記者,做到我都算折舵 錢也賺不到,就駕駛的士幫補生計 幸好我今天租了一部全新的豐田Comfort 聽行家說,節儉又好駕駛 希望尋找一筆吧 那你駕駛的士是愛還是責任? 是窮啊 開工大吉 隨著豐田廠方,日本推出JPN Taxi後 香港亦跟隨步伐,輸入了新版本的的士 香港不會稱為JPN Taxi 一樣稱為Comfort這個名字比較親切 告別了以往的三箱式房車外形 變成一個像迷你SUV的造型 大家截的士就要記住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吸引的,異認的 亦有點像Sienta 而在機械布局上,事實上新的的士 與Sienta共用相同的底盤 不過在動力配備上有點不同 過往純射油氣的 今代新的士變成一部混能的的士 後面有射油氣缸之外 我的椅子底亦放了一部鋰電池 提供油電混合動力輸出 波箱亦由四速變成無段變速 驅動部局亦不同 過往的後輪車,現在變成一部頭輪車 換言之,過往的外敷肩脫離場面 不會再出現 這部車的馬力是74匹 來自四油氣引擎 另外61匹來自電力組合 綜合是74匹加61匹 跳入了全新的Comfort 感覺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因為布局亦頗時尚 第一,兩隻側鏡不是放在門邊 而是放在頭琴旁邊 工程師認為這設計才是最安全 但我實際使用時 真的要有少許適應 廣角角度和盲位都要適應 少許時間吧 舊版的Comfort 駕駛的質素不高 做駕駛的你不享受今代 很大改善 首先,整部車的縮靜性 都頗以想不到的寧靜 因為有時會駛電,有時會駛電 第二 這車的隔音水平非常好 可能我認為它用到185、6、5、15的輪胎 輪胎比較厚 鋁震能力很強 比起很多私家車環繞舒服 作為的士司機 很多東西都要方便就手 它的設計有許多好的地方 亦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甚麼呢 最好是將死火鍵放在軚盤上 因為大家知道的士司機 截車便停車 最好是打死火鍵 警示後車 將死火鍵放在軚盤上 我覺得是偉大發明 全世界車廠都應該要參照 第二個聰明的地方 就是將冷氣 panel放在軚盤右邊 司機要操作冷氣時 因為手不需要離開軚盤太久 就這樣按下按下就完成了 其次 不好的地方是甚麼呢 司機也有很多隨身物品 但乘客位這邊竟然沒有手式箱 小盤不是沒有的 不過全部是外露 個人財物 我收盤鹹書 所以現在沒有人看鹹書 也不知道擺在哪 加上百多匹 當然不會很大力 的士亦不需要很大力 總括駕駛感是足夠韌力的 但用CVD波箱有少許吵吵 動力要等 但也不是重點 最重要是省油 反而我覺得更過癮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你下旗後看著咪咪表不斷跳 越跳得密就越收得多錢 剛剛接完旗 看看有甚麼新旗 咦 有客人了 去哪了 小姐 的士大哥 我有很多行李 放得下嗎 你的幾件那麼花幣 這是新的士 多多都放得下 我就看看你能吃到的一件 這裏 兩件 放得下兩件而已 四件 駕駛一點 還有辦法 還有辦法 可以放得下 可以放得下 不止了 中間還可以放得下 你看看 嘩 是不是 多多行李也能放得下 即是可以一個人坐七個行李 沒錯 你還可以坐得下 牛排氣 小姐 你去哪了 是否去機場還是機場快線 不是呀 前面的村口 不是呀 前面的村口 村口 前面的村口 對呀 走吧 大哥 很重的嘛 大哥 唉 剛剛接到雞腳去村口 看看有甚麼客人 咦 有個小孩推著老母 好吧 接他吧 大哥 輪椅客接不接嗎 接 你媽媽自己上車嗎 不行 不行 我走不了 我不下車的 不要緊 整輪椅車 輪椅車你媽媽上來也行 那我的兒子坐在哪裏 你放心 婆婆 你兒子也可以陪你一起坐 可以開椅子的嘛 我先這樣坐在哪裏 老母 我們出發了 這次我真的可以正正經正像乘客 嘗試坐這坐 在新的士 入到車廂的新鮮感大 首先是空間感 你看我的頭部位 長遠相處也坐得下 其次 地台電腦ara沒有了 sent 歷史好前 ach乎層底身 而且車內有一些紙手 手把位 椅背也有 上落會比較安全 老人家也會比較方便 而且我覺得沙發軟軟軟的很舒服 冷氣又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不用調整的士大佬幫你調整大小冷氣 最重要的是有兩個USB插頭 充電 幫助電話 你知道香港人為無時無刻都要充電 唯一奇怪的是右邊門是緊張開不了 左邊是有的 而且最值得一盞 坐後面的懸掛感覺也頗舒服 新的士比舊的士 真是剩很多 小姐 不要多說了 到了 你的21元 這幾錢兜 夠過癮 不用走 哇 賺了9元 但我幾次都說了 好好的服務 又再賺多點錢 紙箱去台北 正選台灣古早味美食 傳統風味 無保留 全公開 馬上上紙箱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 免費下載 我們在這幾天